分享一道公报鸡丁 鸡胸肉一块洗净 用刀背轻轻敲散 将鸡胸肉里面的筋肉敲断 然后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的鸡丁加入少许的盐 少许鸡精 料酒 将调料抓拌均匀 最后加入少许玉米淀粉上浆 放一泡腌制十分钟以上 将黄瓜跟胡萝卜切成丁 大蒜切片后剁成蒜末 姜切成末 大葱两根切成丁 去皮的酥花生 碗中加入少许盐 白糖 加入香醋 少许料酒 少许的花椒油 最后加入水淀粉调成汁 搅拌均匀后备用 先把锅烧热之后加入食用油 一温五成小时将腌制好的鸡肉下锅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不要搅拌均匀 将鸡丁炸熟 将鸡丁炸熟之后倒出控油 将鸡丁炸熟 加入少许的底油 加入干辣椒蒜 加蒜末 爆炒出小味之后加入少许多碎的豆瓣酱 将豆瓣酱炒香炒过红油 加入葱炸熟 加入胡萝华和黄瓜丁 加入胡萝卜和黄瓜丁 翻炒几下锅炸熟 然后加入冰油 然后加入酱油 加入煮辣酱油 加入焦好的料汁 加入醋油 加入出锅油和花生米 等火酥取出 然后加入倒入炸熟 加入少许和火酥 炒成蒜头之后已经炒光炒出锅 现在这道公保鸡丁已经做好了 喜欢我做菜的朋友可以关注家庭做小厨